歡迎鎖定今晚的前線百分百 我是鄧海鳴 昨天才說機會來了 想不到這個機今天真厲害 這網上一跳 跳出了一個近年最大的漲點 這一根漲點今天有400多點的漲幅 神山護體今天連外資都認錯 回補了800億 外資在這裡是真心認錯回補 有沒有繼續回補的空間跟機會 台股現在對圓越行情又燃起了希望 但是則講到了一家台積電救了台股 今天的反彈 但對台積電非常有研究的路行之分析師 今天卻逆風市井 說小心有雷 到底什麼雷 在大家都覺得好像有希望的時候 有什麼風險 待會好好說明 再說到了未來大事謝天機 在農曆封關之前 最近有好多大事 特別留意 是不是有可能會帶動行情 一波一波的向上走升 這題材上要注意 下個禮拜最直接要面對的就是神盾局特攻 猛虎出雜 安國要解禁了 但是今天的神盾家族本來是圓越最強勢的指標家族 卻出現拉回 這怎麼看 待會一一解析 今天周末請到的是陳榮大哥 陳榮大哥好 台銘好 大家好 另外柏傑來了 柏傑好 台銘好 大家好 還有觀眾來了 觀眾好 台銘好 大家好 鄭華來了 鄭華好 台銘好 大家好 鄭華單日漲點 台股呢 今天的量有4339億 爆量走高 跳高 站回所有的均線 月線也重新拿下來 如果以周縣來看 本週大漲了168點 本來前幾天 大家都覺得完了這一次的周縣 看起來又要連黑了 圓越行情看起來不太妙 還好今天這一根跳漲 讓周縣翻了紅K 終止了連續兩根的黑K 周縣翻紅 下週還有沒有繼續供的空間 再看看外資 今天外資一買就是800億 當然前幾天有一天賣了780億 今天買了800億 買回來了嗎 有在這裡認錯回補的動作嗎 有沒有延續下去的機會 在下週可能是關鍵 當然看看不管是外資回補 今天投信繼續買超 自營商也回補了6億 總計三大法案今天買超840億 再說到了台股的部分 今天就是靠這一個機 台積電的向上衝高 大漲38塊錢 貢獻大盤快要300點 台股漲了400多點 其中三分之二應該都是台積電 這一檔個股貢獻了 不只台積電 聯發科今天也有幫忙 佔上900塊 上漲23元 貢獻12點 不只是它還包括了廣達 包括紅海 包括了聯電 這些個股都有幫助 接下來大家關注 台積電法說會之後 市場外資按讚 還調高目標價 調高了一點 ADR大漲走高 今天也帶動了股價 攻上了23個月的新高價 不過接下來就是聯發科 跟聯電在月底的法說會了 那台股有沒有反彈 再來一波的機會 尤其是聯電 聯發科 這位階都算是比較沒動到 甚至位階低低的 好 再說到的 一人登機盤嗎 會是這樣的情況嗎 今天有人擔心 會不會是拉機盤 雖然說看起來好像大家都一起歌舞升天 不過開高走低股其實是有的 而且還不少 蠻多都是這些半導體的設備股 還有包括細製材的個股 台積電走高 一個人獨領風騷 半導體設備股今天居然有一點開高走 踢虎頭蛇尾 早上包括軍豪 智原 星雲 力旺 光照 都是開高走低 好 再說到的 就是美超微在盤後上修了財測 所以也帶動了它的盤後股價 大漲走高也有快10% 同時對台廠來講 受惠的美超微概念就有日月光 有華泰 有利台 這些個股今天也表現出色 而且大漲走高 再說到了老牌AI股 終於不是毛三道四 今天的偽創也巨量功高 所漲停 昨天公布了去年第四季毛利率 衝高到9% 這未來會不會變成美季的 基本毛利率 不再是毛三道四的老牌AI股 或PC股 真的今天都有起色 不只是偽創 包括圍影 包括廣達 包括技嘉 音業達這些個股都走高 今天晚上就看尾牙大老闆 林百里怎麼說了 今天是尾牙 在廣達的尾牙宴上 林百里如何透露著接下來最新的AI事況 今天看到這些個股走高表現 包括技嘉 包括了像圍影 音業達 仁寶宏基 光寶科都有回省 有些之前還跌升了 像光寶科 好 再說到了這個族群 金融股今天也有起色 因為金管會釋放了一點鬆綁力多 可以拿老本配息了 這未來是不是大家對於金融股的配息 又更有信心一點了 金融股今天大多跌升反彈 不過講到今天最重要就是 神山護體的這個最大漲點 外資的低頭認錯 在神山面前也要謙虛了 看起來台積電 昨天釋放的法說會力多 拿出不錯的一些市場看法 所以今天的走高 在大漲創了今年或者是說 從去年一月到現在的最大漲點之後 重點是下個禮拜呢 請教政華 其實很多我們內置 本來在那個過年之前 有一點點想要休息這種態度 就是元旦以來都是下跌 那主要是賣超是來自於外資 所以說外資他這個大買 雖然他集中在台積電上面 可是他其實是有把內資換回來的味道 那就變成說過年前的這兩個禮拜 還有機會 因為我們看到外資做台積電 可是內資呢 我們很多當衝客 或說今天在這地方高低位做切換的股票 你看這AI三雄對不對 這個伺服器三雄 他其實是吸納很多低檔 願意買進的資金嘛 所以我認為下個禮拜行情會氣氛越來越樂觀 那指數也許會推進高點 不見得像今天這麼多 但是氣氛會越來越多 呈現一個百花齊放的現象 所以鎮華按讚喔 好 立刻請博介紹來告訴大家 今天有人說 就是靠神山護體 所以呢一人當關 衝天炮靠台積電 台積電就是在今天 公高到最高是六百二十七塊 這一下之前老是過不了六百塊 五百九 今天一下就給他上去 三十多塊的漲點 ADR大漲十趴 如果用ADR去換算他的溢價 他可以漲到七百塊 真的有可能嗎 那這樣子下禮拜 台股隨隨便便要攻萬八雷 你覺得呢 第一個就是說 台積電有沒有可能到七百 有 可是我覺得不是現在 不是現在 但是最近這一波 應該是有機會 至少推到多少 推到快要接近他歷史高點那個位置 那但是就是怎麼推 我覺得後面還要再觀察 那另外一個是為什麼今天會這麼強 我覺得全年的這個營收啊 比大家想的年增的幅度大一點 兩成以上 對 然後毛利率跟股息 股息我覺得想像空間有了 為什麼 因為今年的資本支出什麼 稍微降下來 多的錢可以配息 我覺得今天外資在買 也有想到這個 所以你看今天反而相關的設備概念 就不強 另外一個是說 他在整個COSWAS 還有3DIC這些 AI這些東西有沒有 他的複合年增率超過五成 我覺得這才是今天引爆的重點 就是說 從台積電的這個法說來看 在高階製程的部分 魏哲家是喊什麼 要佔八成 對不對 那外資正常來講不會買這麼兇 可是你一聽到這個 先進製程要佔八成就High起來了 所以今天台積電會講說 所以我們趕快來看 到底台積電今天這樣走了之後 他對台股後面影響是怎樣 第一個很重要就是說 今天的大漲減緩了外資熱錢撤退的區塊 對啊 他的這個賣超 這天賣七百多對不對 今天買八百對不對 可是你看賣七百那天跌不到兩百點 今天買八百漲四百多點 這代表什麼 代表多頭的力道遠強於空頭 而且今天一開盤就直接過這個高點 甚至也過這根長黑的高點 那就代表說 至少這些外資賣的東西 你不用那麼擔心 原因在哪裡 這都是套匯的熱錢 他不是那種進來長線投資買台股 然後一下子全部跑出去的那種 那種比較恐怖 那對於指數來講 他今天重回月限跟險後高點 他告訴你一件事 又有機會要來衝前高 能不能到萬八我不知道 但至少在封關以前應該是好的 那台積電昨天的法說 我們看到的是說 很多東西都是優於什麼產業的預期 包含剛才講到的營收的年增 先進製程的佔比AI的這個業績 那最重要我覺得在最後這一點 AI業績年增50 放大市場想像空間 你看今天台積電上來帶動了誰 趴在地上最久的那一個族群 叫什麼 偽創廣達技嘉 光寶科 所以台積電的這個東西很重要 他告訴你什麼 他引燃了一些不想進場的熱情 那大家進來以後 AI伺器他有機會輪動 另外一個是我覺得今天超委也有錦上添花了 因為昨天公布財報嘛 所以一些財車你看 第四季的這個營收活力 由於市場預期盤後大漲百分之八 我覺得台積電跟超委就告訴你一件事 今年就是玩AI就對了 是 就是AI這個主軸 但也不是全部的AI會在同一個時間漲 它會輪動 所以後面台積電跟超委的概念股 你就要去觀察 不管創意 偽創 建設日月光跟華泰的部分 今天漲那麼多 下禮拜還能漲多少 是個風險 所以避風港 現在看法人鎖定誰 好這個我去把前一陣子大盤疊下來這段時間 我們看外資跟投信在換股對不對 其實很明顯 他出現幾個產業的趨勢跟大家報告 第一個很有趣 外資跟投信買第一名是誰 群創 是 面板的景氣復甦成為什麼法人首選的標的 再來的話 除了面板的群創 其實友達也有買 但友達沒有群創買那麼兇 再來的話 我發現到AI這個領域 是外資跟投信都有在回補的 那尤其是廣達是兩個都有買 再來如果單獨看外資的話 我覺得外資其實蠻買執政黨的帳 為什麼 他看好重電 重電買了很多 再來 在半導體的上游的IP 也是外資在佈局的一個對象 那如果說看回投信的話 投信除了買面板還有誰你知道嗎 竟然還買了貨櫃跟記憶體 也就是說 投信很有趣 投信竟然偏愛什麼 景氣循環的個股 也就是說 這些可能是谷底翻揚上來 他覺得後面還有機會 但是撇開今天不要講了 我認為 法人在先前的短線 他是保守的 然後你從這些個股的這個線型 位階來看 低基期的只有優勢 還是要挑低基期的 下禮拜不能追強股要追低基期的 下禮拜應該是這樣講 就是說強的也很重要 因為為什麼 不能弱 對強的不能太弱 那在低檔的低基期的 他又能夠轉強 能夠轉強他能幹嘛 吸引人氣進來 這個是我們看到外資跟投信 有幫大家整理出來 所以我們快來看 外資他到底最近 資金的避風港在哪裡 第一個你看面板 最近10個交易日買了幾張 14萬8千張 15萬張 對 再來消費性電子的華通 最近10個交易日 買了9300張 另外一個 你有沒有發現高價的IP股 包含智原 包含愛普 兩個一個買9000張 一個買5000張 這其實相對 相對外資前一陣子一直在賣 這個都算是比較大的買盤 尤其這兩檔是高價股 可以買到9000多張 買到5000張 這個不得了 再來再往下看 除了IP之外 你看AI 你看外資就很有趣 技嘉 廣達 齊鴻 都買 這個都是先前 AI伺服器這塊有沒有 在輪的時候 這些相關的熱門股 那其中 齊鴻買了多少 14000多張 那技嘉也有9000張 廣達也有4700張 那剛才有講到 重電外資很愛對不對 你看 大雅 華晨 亞利 分別買多少 買9800 跟5000多張 的這個金額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AI的這個股票 因為 AI是我剛才講到 基期比較低 而且外資跟投信什麼 都同步在買 對不對 好你看技嘉 這邊一個底打出來以後 對不對 下禮拜很有機會什麼 衝景線 他今天這樣沒有過嗎 沒過 最早過是誰你知道嗎 我們來看2382的廣達 其實廣達在選前 就先過了 然後剛好這幾天不是外資賣很多 大家回來這樣 今天又創高嘛 另外還有一檔 我們看6669的圍影 圍影也是一樣 高姿態時間拉長 今天圍影創很高 圍影快要有機會來挑戰前高 所以如果我們以伺服器來講的話 位階最低是誰 是圍影他媽 那最比較高是圍影 那圍影應該是有機會先挑戰過高的 我們看一下偽創 你看偽創的股價有沒有 偽創時間短一點 偽創剛好打完一個底 對不對 今天是有過景線 今天剛好過百元 然後今天有帶量 好那下禮拜很關鍵 因為今天又漲停 有帶量 所以下禮拜第一個拜託要開高 開盤先看偽創有沒有開高 有沒有續漲 你如果沒有開高的話 這很麻煩 代表說什麼 今天這個隔日重進來玩 玩一個禮拜一 就不計代價全部砍掉了 可以開高 然後稍微量縮 震盪往上走的話 那對於AI來講 我覺得後面就會輪動 就有幫助 這是AI股的部分來看 我可不可以買低價的 那你剛剛特別列出 有外資回補的群創華通 好來看一下群創 群創短線 其實它面臨前高 這個不能追的 尷尬啦 對這不太能追 因為你有沒有發現 時間短一點齁 群創這兩天有個缺點 這兩天都放量對不對 是 而且是波段大量 你看一天大上影線 對一天上影 然後今天是開高 一下子往下殺到盤下 踩又拉上來 所以這代表什麼 代表在這裡賣壓開始加劇了 所以短線不追 但是呢 波段的慣性沒有變 你看它打到十日線附近有沒有 破五日線還要接近十日線 那也是短線買點 但是如果哪一天收盤 正式跌破十日線 趕快走 對你就要小心它這一波就漲完了 這個是群創 看華通 華通是一路整理到季線 所以照理來說 這邊應該是一個買點 因為它剛好回到什麼 回到前面形態的這個景線的這個位置 因為這邊先前也是有震蕩過 所以華通短線它也是買點 這是我們看到外資在買的部分 這是外資買的部分 投信喔 剛剛有講說投信就這次呢 不管是不是賢命護盤 或是說呢 這傻傻在買 真的給他買到對了 今天看起來一個禮拜 前幾天還很擔心他的 現在看起來要給他鼓鼓掌了 他真的有買對 怎麼看投信買的 投信一樣你看面板 除了買群創之外 有買奇邦 買了九千八百張 再來半導體的部分 消費性電子的聯電買了三萬九 然後文業最近非常的強 可是今天有點這個太強的個股 今天本來拉回 對 凱明你講了一個重點 今天位階高的 你像IP對不對 對 位階高的今天都壓回來 所以我們看一下文業 你看文業也是來到前高的位置 所以這裡會震盪很合理 那因為過去的這個股性 你看一波漲完之後 你要小心什麼跌破五日線以後 又一波回來 這個是後面你要去觀察 五日線不破都沒有問題 但是只要一跳空往下開低跌破 你就要小心什麼 小心這個波段就結束了 這個是文業的這個部分 再來的話 你看他買記憶體 剛我們講嘛 景氣循環記憶體 望宏跟立成的部分 望宏買一萬張 立成買九千兩萬張 來看一下圖 望宏位階其實不高 他剛好回來前面打底的這個位置 那我們把時間拉長來看 這個長期還是在底 還是蠻低的 所以正常來講 投心這裡買不會馬上漲 你就等他這裡 能夠站穩三十塊的關卡 軍線 短期軍線 開始糾結的時候 他就有機會什麼 準備來挑戰年線 因為每次都被年線壓住 所以年線站上 才代表什麼 波段真正要轉強 另外立成的部分 立成其實是很強 漲多拉回來 這邊季線會有撐 那短線這裡我覺得他缺一隻腳 還要再打一個形態 這邊再震盪一下 就有機會什麼波段慢慢再來挑戰前高 這是有修正過的 但是有支撐在十字線附近 好這我們看第一頁的部分 再來也有投信在買AI股 所以這一次他買了偽創 宏基廣達 這三檔 下禮拜如果投信跟外資都一起有在買 那我是不是可以續追 可以追啦 那我要跟大家講 我們剛才講的偽創跟廣達 那個位階比較低的 我們來看一下宏基 AIPC的部分 這個是什麼 十二月拉了一大波之後 現在一波拉回來對不對 好那如果說 以短線的這個慣性來看 宏基在還沒有真正拉出一根中長紅之前 都不確定他什麼 回穩了 因為你看這個後面是 量其實沒有縮得太快 但是股價是慢慢的往下跌 代表什麼 代表前面這些籌碼都退場 所以這裡我覺得需要一段時間整理 那我有的人 我現在該不該趕快換掉 把它換到廣達偽創去 你可以換 但是呢 我不保證你會換對 為什麼 因為很有可能你賣的那一天 他就漲了 那天就剛好拉一根中長紅跟你講 我這邊止跌了 哇那好矛盾到底要不要抱著 我覺得可以這樣子啦 這個先抱著 有多的資金就拿出來加碼這個偽創 偽創跟廣達 因為從今天的趨勢來看 他告訴你偽創跟廣達 應該是這一波反彈 AI的一個重點 那AIPC的部分 其實不只宏基 我們看人寶跟這個華碩 你會發現有沒有圖動很像 但是人寶今天就開始回穩了 對 人寶就暗示你 他開始要回穩 我們看一下華碩 有沒有華碩還沒有很明顯 但是華碩就是這個區間 所以宏基跟華碩 什麼時候拉中長紅 才告訴你我三檔正式 回檔結束 這個是AIPC的部分 但一樣 前面如果伺服器動完以後 資金會回來誰 AIPC的這個區塊 那最後就是這個 貨櫃長紅的部分 當然最近相關的 鴻海的題材 大家都在看嘛 說到底這個 跟夜門的戰爭什麼時候會結束 好可是 我覺得長紅有一個優點 至少在最近震盪的同時 他的低點是什麼 守月線 越電越高 對月線也有守住 所以呢 短線上你要操作他可以 拉回來月線附近買 但是如果一旦跌破 這個上升趨勢線 因為我之前有講 像貨櫃這一種 再漲報價的東西 我們很怕什麼 一波到頂的走勢 好所以如果後面 一旦跌破上升趨勢線 跟月線三天站不回去 就暗示你什麼 這個波段可能就結束了 謝謝伯傑告訴大家 怎麼看待外資投信 現在的避風港 今天這一機 這一家台機 救了整個台股 但是在昨天法術會 這樣的利多報告 還有包括市場 一面按讚的消息當中 知名分譯師陸行之 卻在這裡示警說 小心有雷 到底是什麼雷 他看到了什麼問題 不只是看熱鬧 要看門道 待會聽聽專家怎麼說 開啟小鈴鐺 前線百分百 每天帶你掌握全球最新訊息